现在是5月10号的早上10点45分 也是美国政府即将取消这个第42条的前一天 我们现在是在美墨边境 在墨西哥这边的这个RENOSA这个边境小城 然后我们刚刚去到了RENOSA一个公益的移民避难所 那么在那儿呢是大部分见到的都是中南美洲国家来的一些移民 但是在那儿我们现在暂时是没有见到中国人 那我们听说在很多来自中国的移民呢 在这个城市他们会寻找当地的一些酒店落脚 而不是去到那个搭帐棚的那种移民避难所 所以我们现在就听闻这个信息来到了这样一个酒店 那刚刚呢我们是在酒店大堂见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这个女士 可是他看到我们他不是非常愿意的跟我们分享他这个 他自己的一些信息啊等等 那我们跟前台的这位工作人员聊了一下 他是刚开始在这个酒店工作才两个星期 那么在这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 他已经见到了超过40个来自中国的这样的人 因为他们在入住的时候都需要在前台填写一个表格 表格上面有一栏就是你来自哪个国家 那根据他自己大概粗略的统计是有将近40多个 在过去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入住这家酒店 那现在呢我们就将跟着他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酒店的住宿条件是个大概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刚刚去到的那个移民避难所 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感觉啊 这有一个游泳池 但不知道这个游泳池现在还有没有在使用 我们也问了前台的这个工作人员 是除了中国的人以外呢 也是有委内瑞拉呀海地呀等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在这里入住 那么这里一个晚上的费用 一到两人的房间一个晚上的费用是600墨西哥比锁 也就是大概美金30元的样子 所以我们就咨询了前台的这个工作人员 我们想说来看一下30块钱一晚的房间 就是这个中国来自中国的走线客们 在跨越边境之前的这个这一两天的住宿 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这个酒店看来还是很干净啊 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这一段时间在美国边境报道的这个普遍的情况 就是在我们遇到从中国来的走线客的时候呢 出于各种这样的原因 他们大部分都不是非常乐于跟我们在镜头前分享 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其他的这些方式来多方了解一下 中国走线客在这一段跨越边境前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和生活条件 这就是一个这个酒店的一到两人间 其实也是还是挺简单的 但是比在移民避难所住帐篷这样的条件是好了太多太多了 有一张两人床 双人床 窗边有个桌子 有两台椅子 然后这里看到还有电视 不知道这个电视是能收看美国的频道 还是墨西哥的频道啊 然后这里有一个卫生间 就是都很干净很整洁 所以在跨越边境前 这样在墨西哥的边境小城能够找到这样的房间 住一晚 相信比在避难所的条件是好太多了 但是很多住在避难所的来自其他中南美洲的国家 他们的经济条件仍然拮据 他们并没有这种一个晚上30美金的这种经费来 就是住到这样的地方吧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